大家好我是張振宇 然後我移居這邊三年 然後這是我們第一次舉辦在花蓮舉辦的民間自辦證件發表會 那為什麼想要辦這個活動原因是因為 當初我在這邊 然後我想我知道這邊可以開始選證長 但是我對他們個別的證件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希望透過 我就是在思考的時候有沒有可能辦這樣的活動 然後讓更多人可以清楚知道他們的證件 那不論是中間選民或者是各自的支持者都可以有更理性 然後在這樣的資訊公開的模式下面 然後去選出自己想要的候選人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原因是 我希望候選人透過這樣的模式 他們可以給出自己的承諾 也就是他們在未來當選後的四年 可以依照他們現在所承諾這些證件去一一執行 也達到一個監督的效果 所以這是我辦這個活動的初衷 謝謝